嘿! 一个晚上的iPhone 16发布会 直接用最快的方式 做出了这个懒人宝 先讲整个发布会的重点就是 马来西亚是第一批 我们13号就可以扔了 20号就可以开拜了 果然 丢了Apple Store就是不一样 So 这次苹果到底发布了什么 4台手机 16、16 Plus、16 Pro 还有16 Pro Max 两个手表 Apple Watch 10代 还有Apple Watch Ultra 2 新颜色 三款耳机 AirPods 4 升级版AirPods Pro 2 新颜色AirPods Max 我已经总结了iPhone 16系列里面的 三大重点 第一个就是 16的镜头 变回去了iPhone X的样子 镜头从原本的四方交叉 变成了iPhone X的直直两颗 他们会有感觉性 第二个 16系列全部有了拍照button 它出了拍照 还可以拿来做AI search 第三个 iPhone 16 Pro Max 已经大到7吋了 先讲iPhone 16、16 Plus 大小依然是一样 iPhone 16 6.1吋 16 Plus 6.7吋 16全系都有了 Action Button 就是这个按牙的啦 也就是说 Steve Jobs 17年的移座 手推Silent Button 正式说拜拜啦 这次的新功能叫做 Camera Control 就在电源键的下面 它一共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拍照了啦 就是说以后我们不用打开 Camera 直接按这边就可以拍照 它是有Taptic反馈的 就是说你大力按 小力按都是有不同的功能 比如说轻按的话 就是scroll或者是focus 大力按就是拍照 长按大力就是录影 镜头上面没有变 都是48加12MB 16跟16Plus都是一样 两倍变角 第二个功能 它是一个searching工具 你看到不懂的东西 你对准然后你拍一下 AI就会帮你search 找同款或者是购买链接等等 新片就是Apple 终于良心了啦 从A16直接跳到A18 iPhone16终于不用用米勺的啦 所以软件运行上面一定会更好的咯 颜色上面 黑色 米色 蓝色 青色 粉红色 感觉这次他们都不走马卡龙 走鲜艳路线 马来西亚的价钱 嗯 比上一代便宜了 iPhone16最便宜 3999买到 iPhone16Plus最便宜 4499买到 接下来都到16Pro跟16Pro Max啦 尺寸改变了啦 Pro从6.1寸到6.3寸 Pro Max从6.7寸变成了6.9寸 问楼 它现在已经差不多7寸了 是史上最大的一台iPhone 它依然用着Titanium 颜色上面就多了 一个啦 有泰黑色 泰白色 泰原色 还有一个全新的 叫做泰沙沃色 也就是我们一直在采的古同色 iPhone16 Pro跟Pro Max用的就是 A18 Pro芯片 Apple有讲 这一个芯片是所有手机里面最快的那一个 GPU、CPU性能更好更快 而且可以玩大型PC游戏没有问题 比如说王者荣耀世界 明年就可以在iPhone15 Pro上面玩到了 镜头iPhone16 Pro也升级到了 5倍光学变焦 就是跟Pro Max一样啦 然后它也是有 CAMERA CONTROL 然后它出来一个新的滤镜 每个滤镜颜色都可以细调的 影片格式上面也快快热热的升级到了 4K 120fps的ProRes格式 也就是说拍Slow-Mo 所以它会更加顺 就好像拍电影的样子 另外Audio也是可以做各种的Post Editing 也就是说照片、影片、音频 都是可以玩出Condor pattern了 充电用上了全新的MagSafe技术 T2 而且也有全新的MagSafe手机壳啦 价钱 也是比上一单便宜了 500块 iPhone 16 Pro 最便宜的是999就买到了 iPhone 16 Pro Max 最便宜的 5999就可以买到 难道这个就是马逼回生的威力 轮到了手表啦 Apple Watch 10 用三个重点来总结 最薄 最大screen 充电最快 首先变薄变轻 9.7mm罢了 然后表盘变大 比Apple Watch Ultra还要大 女孩子 Can you imagine that 所以logo啊 键盘啊 Emoji啊 全部都变大了 屏幕用的是OLED 脸屏表身 它把Standle Steel丢掉了 现在全部换成Titanium 有50米防水 可以拿去Snokeling啊 可以滑水 可以看到水温 可以看到深度等等啊 就是进水的画面 还比较美 30分钟充80%电 也就是Apple Watch 里面充电最快的那一个 然后它颜色上面呢 有黑色 玫瑰金 还有银色 价钱有两个版本 Aluminium 1799 Titanium 3299 Apple Watch Ultra 2 你没有听错 它还是我手上的这个 它不是有新款 它只是多了一个新的颜色 叫做很帅的 Satin Black 前前后后都是黑色 而且配合这个黑 它还出了一个黑色的表带 Titanium的扣子的位置 也是比较特别 而且它有一个版本 是跟Amaze合作的 你们就自己看下美不美啦 它里面有一个新功能 叫做 睡眠呼吸暂停检测 价钱也是一样 3799 所以后了啦 AirPods系列 这是大的 小的 都有新款 先讲小的 AirPods 4 影子好了啦 童话的时候 收人生收得更好了啦 可以摇头点头 跟Siri讲话啦 还有用的是Type-C接口 30个小时续航 盒子变小了 支持MagSafe充电 599块 如果你是有点钱的 你可以看AirPods 另外一款 有主动降噪的 829块 他们的差别就是 有主动降噪 跟没有主动降噪 AirPods Pro 2 也不是新款 它是一个Pro 2的升级款 最大的差别 就是它做了一个 助听器模式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需求 其实你们可以 不用考虑这款 最后就是大的AirPods Max 你们的装逼神器来了啦 直接出了一大堆 五元六色的颜色 黑色 蓝色 紫色 Olinx色 还有星光色 而且还换下了Type-C充电口 为了这几个颜色 跟这个Type-C 你们会不会买呢 2499块 好啦就这样 没有one more thing啊 因为已经很多 thing了 那到星期再跟我们分享啦 是个大陆转尼的